2024年游戏界开年重磅 对业界来说 居然有游戏能上线4天就卖出600万份 狂赚过亿美元 并且可预测的是 随着口碑爆棚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买 钱大大的来 极大的鼓舞了游戏业人士的信心 对玩家来说 一个缝合怪游戏能这么好玩 大家玩得贼爽 直接把游戏冲上了Steam当前在线人数第一名 并以186万人同时在线的数据 超越了CSGO的历史记录 成为整个Steam史上在线人数第二的游戏 并且这个趋势愈演愈烈 可能会超越绝地出生之前325万人同时在线的记录 该游戏好评率93% 有三天玩了40个小时停不下来 又连续23个小时没合眼的 游戏虽然抄袭 但让他玩到想玩的 怕鲁甚至成为了社畜的代名词 你不干有的是怕鲁干 你做的事情和其他怕鲁差异在哪里 是否做出了壁垒 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别念了别念了 这种PUA的感觉又来了 各位双修玩怕鲁玩得爽吗 现在该你扮演怕鲁了 游戏名幻兽怕鲁 听名字没有什么吸引力哦 在游戏上线前 官方发布的视频播放量频频 所以绝对不是像黑神话悟空 赛博朋克2077这样备受关注的大作发行 一款不知名游戏上线立刻火爆全球 就靠六个字 嗨 它没有好玩了 那么幻兽怕鲁究竟是什么游戏 为何有那么大的魅力呢 你可能听说过以下的描述 它披着宝可梦的皮 内核是方舟类的生存游戏 同时还肉眼可见的借鉴了大量别的游戏的内容 这样的描述极其准确 但观众仍然不明白好玩在哪里 让我来做个大胆的假设 假设GF没有制作 任天堂没有发行宝可梦游戏 所以我们脑海中不再先入为主 认为宝可梦游戏应该长什么样 那么当我们开了宠物小精灵这部动画片 我们认为宠物小精灵游戏应该做成什么样子呢 对我而言呢 我希望是第一 不断遇见不同的精灵 并且挖掘它们神奇的地方 第二 这些精灵还会和人类一起生活 工作 第三 能一起战斗 巧啦 这就是幻兽帕鲁的玩法 实践出真知 游玩才能感受其中的乐趣 一进入游戏 系统会叫我们先造一个工作台 然后造一个等同于精灵球的帕鲁球 在这个游戏里面 帕鲁就是类似于宝可梦的生物 想抓帕鲁就得削弱它的生命值 直接对着这可爱的羊开锤 这个羊羊憋成一颗球滚动撞击我 这游戏整体画风是挺可爱的 就非常想把它们收入囊中 打到残血 直接扔球收服 另一头羊还想替它的同伴复仇 可惜你的同伴已经是我的人了 就决定是你了 棉油油 棉油油使用滚滚毛球 因为技能副作用它眩晕了 对方的棉油油也使用了滚滚毛球 我直接下场打架 把棉油油当盾牌来用 来啊 你好兄弟就在我手里 确定还要打我吗 你真撞啊 训练家直接下场PK帕鲁 这个地卡看起来好强 准备抓它 哇 好难打 还会飞 我基地的帕鲁居然出手了 突然有两个帕鲁用滚滚毛球帮我 悬崖上还有个帕鲁帮我用空气波攻击敌人 好意外好感动啊 这些帕鲁就像我的同伴一样 挖矿卖力点啊 别让我看到你摩鱼啊 还有你啊 刚刚滚滚毛球冲的那么丝滑 干起火了就慢吞吞的 搬石头搬快点行不行啊 像这种摩鱼的帕鲁 我是绝对不提倡的呀 要向这位棉油油同事学习 自带射出技能 工作的更卖力才行 发育了一小会后 我打算越级挑战这个鹿 这个鹿看起来好强啊 如果能抓到那就爽歪歪了 我直接一膀子投机 上吧 提卡尔是用空气波技能 提卡尔的攻击效果拔群 但是我感觉 啊 我要死了 快回到帕鲁球里 开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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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在堆啊 可恶 收服不了十级的鹿 还收服不了你这个四级的狐狸 哇 他这个后撤屋在喷火的 劲得太帅了 哇 好厉害 我都还着火了 就决定是你了 导弹猫 和我一起抓他 救命的他又要喷火了 鸡 对吧 我还是抓到了狐狸 居然还能把他当喷火枪 这么大只帕鲁 抓到了不牛死了 才11%概率捕获 太紧张还扔偏了 不死了 11%概率也抓到帕鲁了 此刻我有一种单发抽卡出金的快乐 这种收服比自己强很多帕鲁的感觉 是真的很爽 最后我遇见了一个35级的森梦马 这玩意跟神一样 是那么的高不可攀 但是出现在咱们新手村 出现在我的基地附近 那我决定了 概率在地也是有可能收服的 咱们直接拿下他 因为森梦马是在我基地附近打我 所有的帕鲁全都出来帮我了 只要收服森梦马 咱们新手机都跳过了 一定得收服 结果帕鲁死的死 残的残 但意外的是 他居然卡住了 刚好我是组队联机 我直接叫上朋友一起同梦马居花 咱们直接创造神话 新手收服梦马好吧 哄了20分钟 梦马终于死血了 我直接逃出帕鲁求收服 什么鬼 0.00%的可能性收服 居然有人可以把不可能 说得那么严谨 到少出点后两位的 救命啊 梦马挣脱了 啊 要死了 这波血亏啊 梦马根本没法抓 基地的帕鲁还要死光啊 还有这游戏能复活帕鲁 咱们定下一个最终目标 收服35级的梦马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得有更高的等级 更好的基地 建造更好的帕鲁球 更强的帕鲁就我们帮手 查着这个目标 不断努力变强吧 训练家 最后我的基地被怪物入侵 但我根本不怕的 我有帕鲁帮忙啊 我想上班 我想上班 上班 啊 快帮我打狼 这头狼我还是挺喜欢的 直接收服 哦 有神速效果 这头狼我居然能骑 配合它神速加30% 移速的特性 偷偷的神仙帕鲁啊 这就是换手帕鲁 让人觉得好玩的点 哪怕是前期看起来 十分平凡的帕鲁 你能给玩家惊喜和意外 让玩家有强烈的搜集 探索更多帕鲁的欲望 魅魔更是神 本来只能召唤一只帕鲁战斗的 但它可以一直在场上帮你战斗 是第二只战斗的帕鲁 只要你愿意 新手村的宠物 能陪你度过整个游戏 就像小智的那个皮卡丘一样 就决定是你了 疾风损 起飞 探险 我飞着飞着看到了 游戏里的反派 盗猎集团 哦 这人直接召唤他的帕鲁出来 想要打架 我直接来手 你会投人 当着他的面 把他的帕鲁收服 诶 成功把他的帕鲁 盐墨羊收走了 所以我发现 这些反派盗猎集团 不但地抓野生帕鲁 然后是想拿去黑石饭买 帕鲁是人类的好朋友 怎么忍心下毒手的 必须狠狠地教训一手 哇 他们这样盗猎也太不人道了吧 这次灌木羊要被他们打死了 我直接用帕鲁球救一手 你好啊 是黑石贩子吗 我刚抓了一批新鲜帕鲁 拿命换的 你看他们给个好价钱 这些干活喜欢偷懒的 我基地不养闲人 都卖给你了 还有刚抓的灌木羊 牛高马达干活很卖力的 给个好价我就卖 偷猎的张狂 就不要选着 卖好价钱了 说什么偷猎不偷猎 这么难听的 这些帕鲁都是自愿进我帕鲁球的 这就是盗猎集团首领的老家 我来踢馆了 来一场大战 检验一下我的战斗力 这位训练家看起来挺漂亮的 他的帕鲁是 一头巨大的熊 就决定是你了 颜某羊 颜某羊使用烈焰剑射 点燃敌人 就是现在 使用焰爪猎人攻击对方 哦 他攻击被打断了 哇 铁羊还要盯上我了 哦 好多闪电 我只能躲在柱子后面射箭 让颜某羊攻击他 怎么阴魂不散呢 啊 把马 我敌人还有半条血 我的颜某羊要快死了 还被点大招瞄准了 先回来吧 颜某羊 就决定是你了 猎狼 用泥匠剑射攻击敌人 再用空气泡 哦 好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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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狼上吧 用狂野獠牙撞击敌人 好撞 现在敌人仇恨就在他身上了 我可以慢慢射他了 猎狼也快死了 回来吧猎狼 就决定是你了 急风损 使用龙卷风攻击敌人 哇塞 龙卷风不仅能刮出一阵风 还会在蓄力往前撞一下 这一飞撞刚好躲了敌人的攻击 急风损 用空气弹吸引他的仇恨 嘿 他的帕路把被别露出来了 我来收服 又是0.00%的可能性 继续用那招 急风损 漂亮 一个快速往前冲撞 不仅打出了伤害 也再次躲避了敌人的攻击 啊 这个boss的弱点我找到了 击败boss 打完一架回来 发现我的滑水蛇 被福特喵抬去救治了 估计是工作的太猛 即将冰死了 我的野茂羊正在喷吼野精 我突然解锁了一个监控台 可以选择以什么方式来要求帕路们工作 现在是以人道的要求让他们工作 然后可以不断地压榨他们 把他们当黑奴使 我打内心里 把他们当成同伴了 哎 就以人道的方式就好了 遇到了一个大帕路 打败他后 我想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挑战我的目标 抓到梦马了 我现在有11个高级帕路球 相当于有11抽的机会 老天爷让我运气好一些吧 11发出梦马 这个级别差10级 应该能抓到吧 这种东西就概率的嘛 百分之0.45的概率 让我抽中吧 百分之5了 不行抓不中 再来 再来 百分之29 运气不好 球用光了也收服不了梦马 升级完毕后 我打算造更高级的球收服梦马 给大家看看我目前的基地 这两位正在帮我挖矿 这位铁山靠正在帮我砍住 铁山靠要来播种 播完种子 滑水蛇会自觉跑过来浇水 还抓了一只阿布水 留了电后 身后的帕路球流水线机器就能运转的 就能生产更高级的帕路球 这是笑脸貌着摸鱼 这是淹没牙迷目张胆的偷懒 抓起来 给我去做水泥 什么 他现在似乎不想工作 拒绝了安排 换说帕路好玩的一个地方在于 他垃圾时间很少 不管是种地啊 采集啊 建造还是生产物品 都能让帕路去做 在此基础上 有的玩家甚至当起了奴隶主 把帕路用完后直接杀了吃肉 还可以当资本家 工作指令拉满 关注帕路们的精神状况 并观察谁在偷懒 还能让他们担任你的机枪兵 抵御入侵者 森木马我来了哈 远远的射上几箭 躲过他的球 要拉开和他的距离 他的践踏攻击非常恐怖 烟魔羊上 哇塞 森木马被点燃了 火系打草气生物简直吊打 森木马刮疯了 哇我的烟魔羊把伤害全吃了 回来吧烟魔羊 现在让我这个训练家来收复他 抽卡时间到 0.15%概率 啊涨到3%了 到23%了 哎逃出来了 最后我又扔了非常多的球 全都抓不到 试试这个球 36%的概率了 哦 哦 我抓了孟宝 伴随着抽卡式的收复帕鲁 这段旅程也先告一段落了 目前的进度相当于刚入门的游戏 地图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没有探索 同时还有半数的帕鲁 等着我收入进图件里 当然目前我就有很多有意思的帕鲁拉 有拿枪扫射的 有夹在我头上用冲锋枪的 有能把它装在炮管里面 当炮弹发射的 有能把它的弹发射出去炸别人的 还有能当船用的 天上滑翔的 哪怕是游戏初期 我们见到的这只羊啊 后面才会发现 它是游戏里面T0级别的神 因为游戏有跨物种的配种功能 而这只羊非常方便抓 就非常方便去刷词条 来遗传给后代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不妨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 我是小比游戏师 我们评论去见